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 手把手教你学STM3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 DSP测试实验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个DSP功能的话 主要是基于这个ST的STM3F4系列的芯片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实验代码的话 主要是基于我们正点原子的 开发平台的配套实验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解内容的这个参考资料 对于DSP测试实验的话 这个讲解在我们F4的开发指南里面 第52章有讲解这个DSP测试实验 那么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开发指南 来看一看在这个第52章 那么在这里我们有讲解这个DSP测试实验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讲解的视频的内容 大部分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 实际上都有讲解 包括这个F4的DSP功能 它支持的一些DSP指令集 然后还有这个DSP库的使用方法 以及它的介绍 那么在这里我们都有这个手册里面都有讲解 那么如果说大家在看我们视频的过程中 有一些疑问那么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开发指南 F4的开发指南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解内容 包含哪些部分呢 首先我们会简要的介绍一下 STM32 F4的这个DSP功能 然后介绍完了之后 介绍完了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DSP的圆码库 因为这个F4的固件库里面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些DSP的圆码库给大家 然后介绍完库之后 我们会教大家 手把手的教大家搭建一个DSP库的运行环境 那么搭建好了环境之后 那么最后的话我们会通过一个最简单的实例 来讲解一下这个DSP库的一些使用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TM32 F4的DSP功能介绍 那么F4在我们上一讲我们已经讲过 它带有这个32位的单进度硬件的FPU 那么它除了带有这个FPU之外 那么在数字信号处理这个方面 它还增加了这个DSP指令集 支持非常多的DSP指令集 那么这样的话 FPU加DSP可以说是F4芯片 或者说它内核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地方 那么这也是与它与这个DSP芯片进行竞争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功能 那么它的DSP功能的话 它支持什么呢 诸如这个单周期成加指令 那么它执行这个成加指令 那么它是单周期的 然后优化的单指令多数据指令 这里一个前面我们叫MAC 后面叫SAM 然后还有饱和算数等多种数字信号处理指令集 那么这里第二点的话 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 它有支持DSP指令集 有这个功能 第二个的话 它是支持多种这个DSP 这里我们描述的是它的指令集 然后第三个FM4执行所有的DSP指令集 那么它执行指令集都是可以在单周期之内完成 那么对于这个非M4 就目前我们所说的非M4的话 就是M3 M0 M1这些 那么它是需要多个指令和多个周期才能完成 当然后面F这个ST还会推这个M7的这个芯片 那么它也是支持这些DSP功能的 那么这张图我相信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在我们前面一讲讲解这个FPU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这个带有这个FPU功能的F4芯片 那么它是支持这个服务点指令集 那么同时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F4 M4内核的芯片 那么它是支持多种DSP指令集的 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些部分 那它相比于这个M3 M0 M1都有强大的提 在这个DSP处理方面可以大大的增强 那么对于这个显著这里 这个描述我们叫显著增强的DSP指令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描述 首先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它支持是单周期的成加指令 然后单周期的这个SAM的指令 那么对于这个单周期的成加指令的话 那么乘法器是可以在单周期内完成相乘 或者成加指令 相乘和成加 那么它都是可以在单周期之内完成 那么这个的话对于M0 M3 那么它是要多个周期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它这里列出来了 有符号无符号的乘法 有符号无符号的成加 有符号和无符号的长数据成加 这里64位 那么它都可以在单周期之内完成 那么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运算速度 然后是单周期的SAM指令 那么这个的话它是同时有多个数据参与运算的话 大家可以看两个16位相乘 相加 这里再加一个32位 那么它都可以在单个周期之内完成 这样的话可以说运算能力是显著的提升 那么相比于M3的话 大家可以看16位的成加提升了4倍 32位的成加提升2到7倍 提升性能提升的非常多 那么这里我们列出来了单周期的成加指令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MAC指令 大家可以看它支持这么多 它这里列出来了 这里的16乘16是指16位乘16位 那么大家可以看对于CM4的话 它都是在单周期之内完成 那么对于CM3有很多是不支持这种指令 那么有一些大家可以看 那么它也要多个周期 32位乘32位 还有32位乘32位再加64位 大家可以看 它都可以在单周期之内完成 当然大家学习也不需要去记或者说去 那么大家只需要了解 那么这些成加指令 那么它都是在单周期之内完成的 然后对于这个CM的指令 它支持CM指令 那么这个是在M0 M3上面是没有的 那么这些指令的话 上面这个CM指令 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 有些指令是CM指令 那么它与硬件存法器一起工作的话 这些指令都是可以在单周期之内完成 那么受益于这个CM指令的支持 M4处理器 它能够在单个周期之内完成什么呢 两个32位相乘 再跟一个64位 像加这样的运算 它都是在单个周期之内完成的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非常的节省这个运算时间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有一个图也列出来了 两个数据 比如说两个16位的相乘 这边两个16位的相乘 最后这个结果再进行相加 那么这个过程都可以在一条单周期指令完成 这个对于M0 M3 也就是没有这些不支持这些指令的 那么它肯定是要多个周期才能完成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来讲 前面我们讲解了这个SKM3F4 支持这个很多个DSP指令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介绍一下 ST官方提供的这个DSP圆码库 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圆码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存放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固件库包 这是我们固件库包 那么它有一个目录叫Libraries 子目录叫CMSIS 下面有一个DSP Libre 这样的一个目录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在这里的话 对于我们正典原子的开发板 那么这个固件库 我们是放在STM3参考资料 第一个文件夹 大家可以看 这里有一个压缩包 那么我们把它解压了 在这里的话 它是放在Library CMSIS 这个下面有一个文件夹 叫DSP Libre 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下面就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Source 就是圆码 大家可以看 这里面有很多个文件夹 有十个文件夹 那么每个文件夹下面都有很多代码 那么这个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DSP库的这个圆码 那么这个Example Example也有不少Example 就是Example就是例子 那么它是去调用这些圆码 然后进行测试 那么对于这些实例的话 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那么这些实例 它都是带有什么呢 都是带有主函数的 这里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了 都是带有Mind 那么你搭建好环境 那么你是可以直接去执行这些代码 来运行的 那么这个的话 对于我们测试一些DSP功能 那么就显得非常的方便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 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列出来了 有Source 有一个Example 那么Source就是核心的圆码 然后对于这些圆码的话 实际上根据我刚才的讲解 它这个Source下面有十个文件夹 有十个文件夹 那么它是把这些DSP功能 进行了一个分成了十类 那么这十类的话 在我们PPT里面 我们都有说明 那么比如说Basic Math Functions 就是基本的数学函数 数学运算函数 那么这个里面 那么它是提供 辅点数的各种基本运算函数 比如说向量的加减乘除 那么都是在 这个里面有提供函数 那么还有Common Table 那么这个里面是一些 未翻转或相关的参数表 这个里面是一些参数表 然后还有一些复杂 Complex Math Functions 就是一些复杂的数学功能 比如说向量的处理 求模的运算 那么都是在这个里面 它我们这个PPT描述 基本上是按这个顺序来的 那么我们这里就不意义的讲解 那么这里比如说 还有这个快速的数学功能函数 快速的数学功能函数 那么它提供快速的近视正弦 余弦和平方根的等相比 这个CMSI就是标准的计算库 要快很多的这个数学函数 那么它是用到了DSP功能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什么矩阵运算 一些矩阵运算 还有一些滤波 还包括一些统计 统计里面就有一些什么 求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方根 方差 这些可能对于需要用到的 可能对于这个信号与系统 学的比较好 并且要做这些信号的处理的 那可能这些东西也用的比较多 包括我前面讲的这些绿波函数 那么如果你要进行信号处理 速度信号处理 那么这些函数可能用的比较多 那么这里的话 还有叫Transfer Functions 就是这个变换功能 那么这个里面 有一个可能很多同学就比较熟悉 就是负数的这个FFT FFT的话就是这个快速的复利液变换 那么它是对于这个信号的这个时域和频域的一个转换 那么这里的话 可能有一些同学可能对这个FFT比较熟悉 那么对于我们没有这个ST不提供这个相关的函数 或者说DSP原码库的话 那么在以前我们用STM3F1 或者用其他的单边器ARM处理器的时候 那么我们进行FFT运算的话 那么都是我们自己写相应的这个处理函数 那么在这里F4的话 因为它有DSP原码库 有支持很多功能运算 所以它有给我们提供这个FFT相关的函数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实验里面 我们也有这个FFT的一个工程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讲解视频的话 那么基于这个时间的考虑 我们就不会去讲解这个FFT 我们只会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那么对于这个FFT这个测试的话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开发指南 在我们开发指南这个软件设计这里 我们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 一个是Basic Month 就是我们第一个讲解这个基本数学运算 然后还有一个是DSP的FFT测试 那么对FFT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开发指南 那么在这里有讲解不但讲解了一些理论知识 不但讲解了这个实验 怎么来这个实验代码 而且讲解了一些采样相关的一些理论知识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 对照着来学习一下这个FFT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我们就不会讲解 那么这个DSP酷的圆码 那么它的代码量是很大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这个Source 大家可以看 基本的Basic Month Function 这里面都有很多个文件 还有一些比如说FFT 这个下面也有很多个文件 那么这个代码量很大 那么这样的话 ST它实际上它是提供了一个点lib的 一个格式的文件 就是我们只需要引入这个lib 那么就可以相当于把这些所有代码都引入了 那么这个lib的话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就是根据这个 把这个Source下面的圆码 进行一个编译生成的这个lib文件 那么这个lib它放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实际上有列出来了 这个路径 在Library下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 CMS 这里有一个lib 大家要找到这个路径 点开这个lib 有一个arm 那么这个下面的话 就点lib的话 这里一共有八个文件 有八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 那么它是对于不同的内核 对于不同的内核 那么它以及它的大端小端模式的区分 提供的这个lib 那么对于我们CMS的话 ContestM4 我们用主要是这两个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芯片 我刚才说了 我们用的是带有伏点运算 所以这里我们要用最后一个 那么这里的F实际上是告诉你 它带不带伏点运算 并且 还有小端 小端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这个 我们芯片是小端模式 那么我们用的是这个文件 那么在我们这里 也就是这个 最后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引入到我们工程 就可以 当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DSPQ libsauce 我们可以当这里面所有的函数 只要引入这个lib就OK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讲解一下这个DSPQ 运行环境的搭建 对这个DSPQ运行环境的搭建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因为这个ST 它已经把这个原码 都把它编译成了lib文件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打开我们这个实验工程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整个步骤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原码 找到我们这个DSP测试实验 这里有个basic测试 basic的测试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要加入DSP功能 实际上我们首先 打开任何一个工程 就是说我们首先 比如说我们基于我们 什么液晶实验呢 或者说定时器实验 任何一个工程 没有DSP功能 那么我们怎么在这个上面 引入DSP功能 那么非常简单 按照我们这个步骤来就可以了 第一个的话就是添加文件 就是把我们需要的文件 添加到我们工程 那么这个添加哪些文件呢 一个是这个include文件 再就是一个lib文件 include文件夹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 代码里面大家可以看 我们是在这里有一个 新建了一个DSPlib这个文件夹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 我们就引入了这个include文件夹 以及这个lib 那么lib我们刚才说了 在我们固件库包里面 哪个地方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 在这个lib下面arm 在这里我们把它copy过来的 然后对于这个include include的话 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cmssis 这个下面有一个include 就是这些 我们直接把这个include文件夹 把它复制过来 放到了我们这个DSPlib 我们这个工程里面的 那么这个操作就很简单 直接复制一个文件夹和一个文件 到你的工程 然后复制过来之后 第二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文件夹 把这个lib文件引入我们工程 那么引入的方法 就跟引入一个文件一样 非常简单 我们就在这里新建了一个DSPlib 这样的一个分组 然后把这个文件添加进来 那么添加的方法 这个跟我们前面新建工程都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在这个DSPlib下面 我们add file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我们引入 选到这个DSPlib 然后在这里选择all files all files 我们就可以把它点 点击 实际上就可以添加 添加之后 那么这个lib已经引入到我们工程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include 里面是有一些投文件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投文件入境 包含到我们工程 大家可以看 包含进来 那么这是第二步 我们这里讲解的很详细 然后第三步的话 要支持这个功能 因为这个lib里面 它还需要一些投文件 那么实际上 还需要一些红定义的标志符 那么对于这些标志符的话 我们这里列出了六个 那么六个的话 有两个实际上是不用的 第一个的话是FPO present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在这个STM3F4 这个顶层投文件里面 默认有开启了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FPU use的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一般不需要去添加 因为我们会直接怎么呢 我们根据我们前面讲解FPU的时候 我们讲了 我们会直接在MDK里面 从这里去开启 那么它默认会添加进来 然后这里的话还有四个 那么这四个的话 大家把它添加到 我们这个工程里面 就可以了 那么添加的方法是什么呢 跟我们前面新建工程里面 添加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这个四个标志符 他们中间用逗号隔开 然后添加到哪里 在我们MDK里面 我们点击这个魔术棒 然后CC++选项卡 在这里我们添加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里 我们复制出来 看一下我们添加了哪些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的两个 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工程都有的 固件库的工程 那么后面我们就 每一个中间大家要注意 它是逗号隔开的 那么后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有 一二三四 有多添加了四个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PPT里面的 这四个 把它添加进来 那么添加进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 这里就有六个标志符 那么添加进来之后呢 实际上整个工程 如果你原有的工程 组函数里面 整个原有的工程 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那么你这个组 你这个添加进来之后 整个添加DSP库之后的工程 那么一定也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那么这个环境搭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讲解这个DSP库的这个测试 那么这个测试的话 我们就讲解的比较简单 那么测试方法 我们实际上是测试 这个三角函数里面 三角运算里面 这个应该很清楚 sine x的平方加cosin x的平方 等于1 那么在我们不使用DSP库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MDK标准的库 那么我们可以 调用这个sine cosin的函数 进行一个运算 然后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DSP库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就有提供了 arm sine fat32 f32 和arm coin cosin f32 这两个函数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使用DSP库的数学运算的话 我们要加入arm math.h这个头文件 这个不能丢 那么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主函数里面 实际上我们是有引路到了arm math.h 那么对于我们不使用DSP库的话 我们是在math.h里面有相应的函数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讲解一下我们这个DSP测试的 这个函数测试方法 那么主要的代码是在我们main.c里面 那么这里的话实际上这个代码也很简单 我们就写了两个写了一个函数 那么就是sine cosin测试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sine cosin测试函数的话 它有一个mode这个输入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里的 以第一个路口参数是叫起始的角度 就是我们只要任何一个角度 实际上它任何一个值都可以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进行这个运算进行多少次 进行运算 比如说sine cosin我们要进行多少次 去测试它的性能 第三个参数就是mode mode的话就是0不使用DSP库 1的话就是使用DSP库 如果为0不使用DSP库的话 那么我们调用的是什么 sine cosin这里我们讲了 有sine f cosin f支持这个什么 f是表示什么 float浮点心的 3f cosin f 这样的是什么 max.h这个里面的函数 然后我们把它的值求出来 再进行一个平方 得出结果 那么在这里的话 结果我们就把它与1进行一个比较 因为理论值是1 那么与1进行一个比较 减1之后差值取绝对值 大家可以看因为我们正常这个运算之后 那么它的值应该是1 然后我们跟1进行一个减法 减法之后我们这里有一个delta 就是差值我们允许的误差 是在0.0000001 大家可以看这个误差值很小 如果你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比这个delta要大 我们认为你判断失败 你这个算法是错的 否则的话是对的 我们就每次把这个角度进行一个自加 然后IOS里面就是用DSP库 那么用DSP库的话 我们调用的是armcos f32这个函数和armsin 那么这个的话 它是调用DSP库里面的函数 使用了DSP指令 那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计算 我们指示 我们在这里指示使用什么 大家可以看 我们指示使用这两个函数 测试这两个函数 那么对于这里的层什么的 我们都没有去 我们的指示用的 跟这里是一样 因为我们要测试的是 这个两个函数的性能 所以其他的方面 大家可以看 我们的在这里 后面这四行 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的目的是在测试 这两个函数的 这个函数和这个函数 这边的运算方法的差别 那么这里的话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只需要 怎么在使用DSP库的时候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把MOD设置为1 使用DSP库 然后他去使用DSP库里面的函数测试 不使用DSP库的话设置为0 那么他自己用MTK 这里带着这个三颜扩散运算函数 然后在我们组函数里面 就很简单 跟这个FPU实验室一样的 我们先也使用了定时器3 在进行运算之前 我们把它的技术气质设为0 然后进行这个运算 那么进行这个运算的时候 第一次大家可以看 我们是开启DSP 开启DSP 在这里 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这个Wire开始 在这里 我们不开启DSP 然后获取时间 这一段把时间显示 然后第二步 我们开启DSP 又把时间进行一个计算和显示 那么整个过程 应该还是很好理解的 大家可以看我们把这个测试过程 可以说是精简的非常的简单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就编译我们代码 下载到我们工程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在这里的话 是条件限制 可能大家也看的不是很清晰 我们在这里 实际上液晶上面有显示 我们进行一个复位 一个复位的话 这里大家可以看 没有DSP的时候 是290 2.3 有DSP的时候 是267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个性能也提升了不少 虽然我们看出来 这个性能提升的并不多 但是如果你进行 非常多的运算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运算 那么这个性能实际上提升 也是很显著的 那么对于这个DSP的介绍 我就给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 同时我顺便也是说一下 我们这里 这个52.3.1 这里有介绍DSP的FFT测试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看我们这个手册 然后执行我们代码 来看一看这个 FFT测试的这个效果 看一下我们这个FFT测试的一些 一些数据 那么大家可以 大家会发现 在FFT这个测试里面 你就能看到 这个DSP的DSP功能 在这里就用着 可以说把FFT加到里面的话 你就能看出来 它的这个加了DSP之后 它的效果 DSP的运算 可以说都是非常快的 那么对于这个DSP测试实验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大家如果还有一些 不理解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课后 看一下我们这个开发指南 同时这里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里只是给大家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这个DSP的一个 基本的运算函数 或者说包括我们这个FFT 那么如果说大家对这个 在你的项目中 使用了这个DSP 很多一些需要使用DSP 很多功能 比如说要使用DSP 这个比如说要进行 这个滤波算法 还有一些运算 去矩阵的运算 向来运算 那么你需要对这些库 可能需要有一个 比较详细的理解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那么可以在网上 查找一些相应的资料 去学习一下这个 FF4的一些DSP库 相关的一些知识 今天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